好,那今天呢,咱们接触的第三个语法点,第三个语法点就是关于句式,还有一些疑问词。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变位啊,数字啊,这些点,那都是一些小的动词啊,词汇。 在这里呢,我们要就是扩展一下,到整个句子当中我们来怎么造句,句式又是如何的。 我们说首先,德语的最基本的句式跟英语一样的,有陈述句,特殊疑问句和一般疑问句。 那陈述句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接触了ich kommen aus China,对吧,我来自中国。 在这里我们说common,对应的ich变位变成了comma,作为动词摆在了第二位。 而ich主语,动词,然后加上后面的这个补足语,ich kommen aus China,这个非常简单。 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的组成呢,跟英语也是一样的, 首先要先有一个特殊疑问词,比如我here,打哪儿,来自哪儿,然后加动词coms,然后主语do,我herecomsdo。 那再往下呢,我们说就是这个所谓的一般疑问句了,一般疑问句啊,在德语当中呢,跟英语就不一样了。 德语当中呢,并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助动词出现,比如说,我们英语当中如果想把一句话,把它改成这个, 一般疑问句经常会说do you,对吧,do you。 但是这个do其实在陈述句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而在德语当中呢,我们完全没有助动词这种东西, 我们直接把这个动词提到第一位来,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疑问句了。 那我们说所谓一般疑问句,跟英语的定义也是一样的,就是直接能用是或不是回答的。 你还记得德语当中我们说了是和不是是什么吗? 对,应该是呀,ない。 比如在这里我问了一句,您要不要喝茶呢? 你回答要么就是好的,我喝,要么就是不,我不喝,这种就叫做一般疑问句。 而一般疑问句呢,只需要把动词提到第一位来,就可以直接造成一个疑问句了。 在这里啊,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德语当中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动词的位置。 动词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我们说在正常的句式情况下,都是摆在第二位的。 而这里我们注意,第二位并不代表它是第二个词,而是说明它是第二个出现的成分。 比如我们看这里,动词在主语的后面,动词在疑问词的后面,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一般疑问句会把动词提到第一位。 但是剩下的我们说在特殊疑问句和陈述句当中, 大家一定要保持动词是在第二位的这个位置。 然后剩下的词呢,相对位置会比较灵活一些, 这个我们在日后还会进一步的补充。 那在这里呢,我们说大家先要把这几个基本句式记牢。 那我们说像一般疑问句,我们把前面的很多句子都可以改一下。 比如像这里,我们可以改,您是来自中国吗?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说,首先是把动词common提到前面来。 而且记住哦,现在大家就一定要有意识,只要是动词就要想一下, 它需不需要变词尾啊,需不需要变类。 这里我问的是,您是来自中国吗? 您,z对应的词尾就是an。 所以我们还是动词原型common,然后先出主语commonzi, 然后再说剩下的这个部分,aus hina。 所以您是否来自中国?commonzi aus hina? 您是来自中国吗? 只要把动词提到前面来就可以了。 好,那说到了这个疑问句呢, 我们在这里统计一下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疑问词。 比如今天咱们接触到的第一个疑问词有vas。 我说的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what, 表示什么,比如在这里有这个例句vas tinkenzi, 您要喝点啥? 然后第二个接触到的有这个vi, 我说它就相当于how,是怎么。 比如出现了一个例句就是vi heißenzi,对吧? vi heißenzi,怎么称呼您呢? 再往下就是这个wo,wo表示的是在哪儿, 相当于where。 比如我们看这个话,可能刚才大家没有接触到, 叫做wo wunstu,你住在哪儿? wo wunstu,再往下,wo hair表示来字, 其实在英语当中它对应的也是we're,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一下wo hair kommenzi,对吧?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英语当中的we're 在德语当中对应了不同的疑问词, 其实还有另一个疑问词也跟它对应叫wo hin, 这个我们日后会接触到, 主要是德语呢,是一个比较分境动态的一个语言, 我们说,比如像这个wo,你住在哪儿就是静态的不动, 不会来回来去乱跑,所以wo表示的就是在哪儿, 而wo hair是你从哪儿来,你是来自哪里, 那这就有一定的方向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动态的wo hair带有一定方向性, 打哪儿来,来自哪儿,从哪儿,叫做wo hair。 好,那今天呢,咱们要补充的语法点就这些, 大家要把这个数字啊,还有这个动词变位对应的表格啊, 还有我们补充的这些疑问词呢,稍微过一下。